射手座又叫人馬座 伴隨著巨蟹座的新月 閣下的農曆六月 自身整體運輸會怎樣呢? 是很多心理情緒波瀾的一個月份 我今期說的東西 真的會偏向心靈雞湯 如果你本身熟悉我 都知道我是最不喜歡說心靈雞湯 虛無緹緹的人 但當我真的要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很證明原來那個聲像真的這樣反映到 所以就說你們今個月份 或者是我們今個月份 因為我自己都是太陽射手座 很多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或者是我們今個月份 真的會比較多內心的小劇場 因為我們平時 其實射手都是比較理性 或者我們不是很注重 特別會注重內心 很多ups and downs的人 我們很多東西都是會樂觀 大家經常都說射手會樂觀 which is true 很多東西都是大而化之 不會在那執著 還有雞毛蒜皮 這些很多負面的東西的人 OK 有很多東西我們都是大笑笑了就算了 但是 咦 接下來這個農曆六月 會有很多 我都會說是比較 比較negative的情緒 就去影響到我們 而這種negative的情緒是哪一款 因為其實負面情緒可以有很多種 可以有生怒 可以有妒忌 可以有懷疑 可以有不信任 原來我們這個月的負面情緒就是不安 一些跟安全感有關的東西 尤其是跟你的家庭有關的 OK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不單 你不要只是把他看向一個 physical plane 一個物理的層面 那麼膚淺 那麼簡單 OK 他可以是推而廣之 到你跟你的那個家人 親族之間的那個親情 OK 甚至再闊一點 是你自己的那個 尤其是那個citizenship 你身處這個社會 你住在這個地方 你感到安全嗎 明白嗎 是你自己的一個身份認同 或者是家 其實家國 家國是很有關係的 OK 那所以呢 也都可以是關你的國籍問題 OK 移民那些東西 那 會不會是這些環境 令到你很多的不安 而令到你真的必須要做出一些改 做出一些改變 例如是移民那樣的東西 OK 又或者會不會 其實你現在一路住的那個地方 是很不舒服 而一路要搞到你搬屋 那當然 如果要做一些那麼大的舉動 害怕就是會很容易 是strike到我們哪一個quarter 就是不安 OK 因為你要去搬去一個新的環境 還有你中間是搞搬屋 是很煩的 是很令人覺得很亂的 然後你又怕 你覺得接下來那個天氣 又不知那天會不會下雨 又不知那天會不會有些什麼甩漏 又不知這些東西齊不齊 準不準時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會造成很多的不安的感覺 那又當然啦 即是更加進一步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去移民 去到一個完全新的新世界 是不是 那你懂不懂應呢 你可不可以跟那些人去打成一片呢 那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會帶給你發安的 OK 那另一方面 如果不是關於家庭的事 它也可以是講你人生 我真的會說是 置業的那方面 是啦 那如果對於一些學生哥 或者求學的人來說 或者一些 你都還未好知道自己的career path的人 即是來講 OK 那你可能會覺得 哎呀死了 我現在其實讀的東西對不對 我現在一直在讀理科 但是我覺得我忽然之間是想讀文科 是啦 或者我現在好不好再去進修一個 跟雙方有關的degree 是啦 或者你人到中年忽然之間是想去轉行 OK 那所以是跟你人生的一個置業 是啦 長遠的置業有關的東西 原來這些東西呢 接下來呢 會有一個轉變 OK 是啦 或者起碼你自己心裡邊 會有很多的糾結 很多的 嗯 懷疑 是啦 那這些東西當然都是會造成你的不安 OK 在這裏不是一個小廣告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career path的話 是可以找我做service app的 OK 那是長城去我的google doc那裡去看一看 OK 是啦 還有呢 說真的 就算我不要說到那些高遠的理想啦 OK 不要說到人生的置業啦 但是說真的 其實就是career都是給你去打工 你明白嗎 其實career就是打工 打工就是你要賺錢 是不是 如果忽然之間 你整個財路是有一個變化的話 OK 或者現在是一向是做 呃 就是做可能是 我當你做HR的 哎呀 忽然之間覺得 其實HR不適合我 我好不要去做sales呢 嘩 一個這麼大的轉變 其實是會完全是影響你那條迷路的 那 再次 是不是又會令人感到很不安呢 是的 OK 還有呢 如果我當你移民的話 那你移民可能又要做一些新的工作 或自己暫時又要沒有工作 那這些東西又是會導致你的不安 OK 所以不安不安不安之下呢 其實 有沒有一些出路呢 有的 多點跟家人去說 OK 多點跟一些女性去分享你的心事 那如果尤其是 家裏面的女性呢 那就完美了 那可能跟你的 即是 不論你自己 射手朋友 不論你自己男女 但是多點跟你的女性 家裏人說 OK 姐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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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OK 去分享一下你的心事 原來他們都是可以給到很多 即是聆聽你的耳朵 OK 那 同時呢 我又想 但是呢 我又想給一些樂觀的訊息 OK 大家都知道射手很樂觀的 那就是說 當然這個 這個路途是會不安 但是其實 你想一下 你要做這些轉變 其實 eventually 你都是想為了 得到一個更加遙遠的安全感 是嗎 好地地做什麼移民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 是搞到亂租租 是嗎 是受到很多壓迫 所以你如果要去闖一個新世界出來 新天新地 其實中間那個過程會不安 但是最後 那個結果 你又是會感覺到安全 是嗎 或者為何無端端現在要想一個 就是換了你那個置業 是嗎 換了這個賺錢的方式 其實一定是有些事不好 正所謂 長痛不如短痛 現在你受一受這個小苦 但是到時你就會享受到一個比較長遠的甜蜜 OK 所以希望你們在這裡可以去轉一轉一個念頭 OK 我相信你們是可以有能力去做這回事 因為射手真的很出名很樂觀 OK 最後也提你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可以應付到自己內心的不安程序 我今個農曆六月都建議你們 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如果你們是可以處理到自己內心的不安 有多餘的能力 不妨也處理你身邊人的內心的不安 你借你對耳仔去傾聽他們的事 可能會有意想不到收穫 包括金錢 當然我們知道私隱莫忘不報 但是可能你真的聽他一點點 他真的會回一份口禮給你 或者送個果冉給你 這樣多謝你 或者就算我不講金錢 但是原來你這個小小的舉動 你以為聽人講15分鐘的東西 你以為是很少的東西 但是他之後他真的會非常感恩 他可能真的跪你 對你叩頭 你會得到這種很大的優惠 如果我們不要拿錢去衡量試繪 你會得到這種非常大的滿足感 OK 尤其是我當你根本就是做這些類似的行業 例如一些治療 什麼心理治療師 或者是一些要去聆聽別人的行業 那我想說今個農曆六月 你們會得到一些很大的滿足感 無論是否金錢 那都會是這個農曆六月 比較實際層面可以見到的收穫 就不是那些心靈雞湯的朋友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b、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我會打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頓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本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那個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